就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 冠狀離婚 所以你走在很前面 其實有時候好東西 就是要給好幾個被分享 沒錯 可能你老公借我用一下可以嗎 不是可以 不是可以 天生的何宜文才是天生 美整形天生自然美 臉是天生自然美 但我個性是天生自然有瑕疵 有嗎 好開錄了 大家好 我是佩玉珍 佩玉淑女大小是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今天要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防疫的事情 因為呢 防疫期間 我們都是乖乖的在家裡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關在家裡 真的不能因應無事 所以我想說好 既然都不能出去 我就每天在家裡跑步 30分鐘 就每天最少30分鐘 然後要跑100天 再來就是說 真的因為疫情的關係 要發展出很多 奇怪的另類疫情 差不多了啦 不是很好耶 好啦我們要聊另類疫情 就是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家裡啊 所以呢 就發現了 有感情上面的疫情 我假哭對不對 你假哭 沒有因為我已經度過這個階段 入過了啦 對 就一個新的名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叫做冠狀離婚 就因為最近冠狀病毒的關係 然後大家都在家裡 然後本來那個老公 可能都在外面黑皮 或者是都在外面存財 現在哪裡都去不了 大眼瞪小眼 對 然後功課也不做 或者是甚至帶小孩去抓寶 這一些情況 讓一些老婆看到 他就活在打 因為以前可能兩個人有著空間 時間的拉開 就是距離產生 膽薄美感 對 而且還有台灣都是小家庭 然後一家四口住 有時候還有工作 所以妳一直說跟坪數有關係是不是 快樂是用錢買 就妳現在是說妳吵架 或者是哪裡不開心 是因為坪數太小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以為要風水我也沒辦法 我覺得有時候人跟人之間 再好的 朋友家人都要空間拉開 那不能出去 如果你每天 其實有時候妳看到他坐在那邊看手機 看久遠都想過去 會有點鬥啊 就是說 妳明明在問他一件事 妳就是說 老公那晚上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這樣 然後問三次 他都沒有反應 如果這個女朋友不玩電動 這個男的一直玩電動 現在因為疫情不能出去 一定會出事 對啊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妳剛好趕上這一波 冠狀離婚潮 但我 我不是因為冠狀 被獨離婚的 因為妳是在疫情發生之 結果 所以妳走在很前面 我走在很前面 走在好前面 我們都追不上 妳想要追 這個沒有 妳想追 我那給妳什麼樣的省思 我想追劇而已 我剛剛講了 我們有三個另類疫情 現在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 就是肌膚疫情 每個人肌膚都出狀況 然後現在皮膚科都大爆滿 尤其像我在換季的時候 本來鼻子就過敏了 然後妳在裡面一直打噴嚏 那口罩的口袱 那個 喔 上面都是口水 然後我就一直貼著 然後回家我就長超多痘痘 所以很多人就過敏啊 去看皮膚科那種就是這種狀況 所以妳老公生意是不減反症 因為反正她現在都要戴口罩 每個人都說 欸 王子可以打中一點嗎 讓她偶切沒關係 讓她脫皮沒關係 但不管怎麼樣 皮膚本身的狀態一定要好 妳才能做這一些醫美 或者是做任何的在美容的療程 對 底子要好 對 底子要好 所以妳比較重視的是哪一塊 我覺得底子要好 最重要的是清潔吧 我有戴一個我自己平常做的 對 妳有嗎 對 它其實蠻好的是 因為它是透明的 凝膠嘛 對 那它其實用的時候就是乾的 卸妝啦 先卸妝 它是卸妝 清潔的 那妳看我就是 現在我會去吸這種殘留的污垢啊 或是彩妝啊什麼 就是先卸妝嘛 卸乾淨 那我有時候妳帶小孩出去喔 我覺得流汗會流特別多 也不只是妳的妝有問題 對 就是要清潔清得很乾淨 因為清潔是所有保養的根本啦 沾水就可以變成洗面乳 洗面乳它就會起泡 所以它等於洗蟹一起 然後最後是我洗完它用 當然是因為我敏感膚質 對 它如果這個有香精 我一吸我會過敏的跟臉上 所以它就是比較抗敏的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算我嚴選的第一個好用啦 然後我自己妳剛剛這瓶我有用過 然後我這瓶也是 這也是一美等級的PGA 然後它也是卸妝凝露 然後它也是洗蟹可以合一 然後加水直接溫水洗掉 超乾淨 而且超溫和它也沒有香精 喔它是我 對 我會不喜歡有那個化學香味 它也是 一樣的工程 對 膠狀的 欸你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 是一樣的 這個勾勾的 勾勾的就是這樣污喔 怎麼樣 不是我有點手挖出去的時候怎麼勾芡的感覺 就是要勾芡給大家看啊 這個現在好像是最好的 因為我發覺以前卸妝有一個部分 就是麻煩妳知道是哪裡 就眼睛 油脂會堵塞在那裡 那我跟妳講 像這一瓶妳可以用那個卸妝棉對不對 然後妳沾濕 卸妝棉沾濕之後然後用它然後再去卸 喔它也用眼睛不會痛對不對 不會痛 對 那妳保養最注重的是什麼 我最注重就是保濕啊 因為我真的很容易就 乾乾乾乾 妳為什麼要弄我表情 我皮膚真的很容易缺水 我去拿我的保濕 撇薄 法寶給大家看 妳不要拿一瓶水到我頭上 我會翻臉喔 怎樣怎樣 我一直去拿空間水過來 就沾下去 真的我超愛用的欸 是小兔子系列的 這個是保濕露 它裡面就全部都是玻尿酸 而且沒有任何油 所以妳這樣一點都不擔心 妳就是一直拍進去妳的皮膚裡面就對了 反正這個全身都可以塗 然後再來大人 對 我也覺得 我剛剛就在想這個 它隨時取力啊 它可以都可以 容量好大 對啊 它可以取代身體乳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夏天塗那個乳液 我覺得負擔好重 對 所以像我就是一定會用這個保濕露 然後保濕露露完之後呢 我就擦這個乳霜 小兔子乳霜 是台灣自己的品牌 對 純的玻尿酸 對 然後保濕功能 150磨不到1000 那真的是 CP值很高 然後全身用 對 現在夏天非常需要啦 因為接下來大家都在冷氣房 冷氣房其實妳不要以為妳沒曬太陽都皮膚不缺水 其實妳沒曬太陽 在那個冷氣房裡面 它把妳的水分都會炸乾 會 冷氣房超乾的啦 對 妳們覺得每次吹完冷氣隔天早上起來 叫我老公的時候聲音太好聽嗎 就是會有一點點像 都是誰跟誰不是 好啦 再加一點乳霜 就是保養完整 它乳霜也沒有很 不是油膩 它不是很濃的那種 所以我喜歡這樣比較輕鬆的夏天 但又很好用 我如果要出門就會上隔離 我就用這個潤色 當醫生娘真的有好處耶 雖然說妳以前皮膚也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妳這幾年越來越亮 其實有時候好東西就是要給好幾個被分享 沒錯 可能妳老公借我用一下可以嗎 不是 不是 我是說醫美 醫美可以 妳看擦完一點隔離 我臉是不是就非常的亮 更好了 就講真的妳當初我亮的時候 我心裡面抖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做病 我定時會去診所做一些療程 沒有侵入性的 它是叫海菲秀 這我 是什麼新的嗎 對 我要 我要 妳一定要用 妳要我跟妳講 它做完之後妳就是臉會非常亮 那個海菲秀的重點就是它三個步驟非常簡單 第一個步驟啊 它就是用這個乳酸 然後做一些深層的清潔 讓妳的腳支撐軟化 軟化之後拿到吸附漩渦的方式 就幫妳在所有的臉上每個毛孔 把這一些角質吸附乾淨 然後妳就會發現它在 在吸的時候 我跟你講妳可以看到妳被吸附出來的髒汙 都清楚一目了然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感覺就是很爽 就這樣擠痘痘已經 對 重點就是非常療癒 然後妳的毛孔都深層清潔完之後 他第二個步驟啊 就是用水洋酸 然后它是深层的 帮你清洁 在你的重点T字部位 深层的清干净 然后这两个步骤清完之后呢 我在第三步骤之前 我还会加一个 就是深层的保养 然后加强我所有的这个 拉提啊保湿啊 还有多功能性的安品 再来呢就是真的第三步骤 就是换一个探头之后 它是用小分子的玻尿酸 导入吗 对 而且它深层导入皮 狂倒 大力的导导导导导 全部都导进去你每个毛孔里面 所以你的皮肤整个就是注入了 超多的水分 吸饱 吸满之后 你就会发现整个臉根本就亮到 我明天就要圆 我觉得这听起来 我现在的我此时此刻 真的很需要 我很需要 主要是这样一做啊 一次就可以撑大概一个月 好 我要 好 重点是它也是蛮便宜的 几千块而已 真的 就像做脸一样 加钱 而且你没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都打不了了 哈哈哈 你好老实哦 我就喜欢这种 我刚才有推它碰到我好姐妹 一直在炫耀自己 然后做我天生的 这种就是气人吧 我跟她天生的何以为才是天生 我看她那么久了 她就是眉整形天生自然美 脸是天生自然美 但我个性是天生自然美 就瞎死了 哈哈哈 我现在在修正的 修正的不是我的外表 在修正我的个性 除了脸部的保养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吃的保养 那才能内外兼修 我都常常觉得吃的保养品 有时候比擦的更有效 我今天要招待你很多好吃的 我今天要招待你很多好吃的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我妈妈就帮我补的一个 温补的一个秘方 就是东阳森 然后加上枸杞还有红枣 重点是这个东阳森 因为东阳森它就是温补的 它非常的温和 所以就是放三片 这样子 像我们现在这个防疫 就是要心肺功能要好 免疫力 我们家其实我这样子煮 真的也是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 小朋友也都吃 难道你气色那么好 其实真的差很多欸 还有就是呢 最近我发现了这个乳鱼精 对啊这个乳鱼精 也是我拿来这个当抵抗力的预防 然后再来就是有前一阵子 我婆婆啊就是眼睛开刀 因为以前老一辈就都开刀 就是要喝乳鱼 吃乳鱼对 因为它恢复力超强 所以我就给我婆婆 买了一大袋这个乳鱼的 乳鱼精 然后真的一个礼拜就柴线 恢复的超好 然后再来就是吃的保养品里面 我非常重视的就是脸部要漂亮对 就是这个 哦我知道是果冻嘛 青春冻 它也是胶原蛋白 就像果冻一样这样洗出来 这个我女儿就跟我抢着吃 我心里想说 她青春洗了吗 你脸上胶原蛋白那么多 还跟妈妈抢什么抢 就有点好像蔓越美 蔓越美对 然后里面满满的胶原蛋白 蛮厚实的 然后再来就是 是喝的 你看我真的很over 我到底全身有多少BB 全身多少BB啊 我这个人喔 你到底 你今天带那么大的箱里面到底有什么 没有我这是姜黄跟鲁桂嘛 也是一样 鲁桂是可以包样 但它因为我配上姜黄是体力啦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体力跟代谢力 然后姜黄让你这个排泄比较顺畅 如果我有吃 益生菌我觉得蛮重要 因为过敏体质 还有就是你戴口罩 你都不能呼吸嘛 对 那其实你刚刚说免疫力增强益生菌 对 不要益生菌 然后还有也是一样就是喝的玻尿酸啊 它里面有枣红树晒若美玻尿酸 对啊 第二个这个大家担心的皮肤的疫情啊 另类疫情 其实你可以靠这些保养品 或是一些疗程 所以做一些保养 吃的用的擦的 全部都做好 你就不用太担心 但还有第三个疫情很可怕 就是体态的疫情 因为疫情中量体温 疫情后量体重 天哪 为什么每天宅在家体重 还变那么重 然后肥肉变那么多呢 真的 我自己是有找到方法 而且不只是运动 这我专业嘛 他心灵还可以平静 所以做瑜伽 我觉得瑜伽真的很棒 我觉得今天你来我家 你好好教我几招好不好 哎呦 我们家现在练瑜伽教室了 对啊 因为其实在家里做瑜伽非常好 瑜伽是身心灵平衡的运动 我希望我们就四足位姿吧 可以这样平常有在练习也懂嘛 那你手指 那个十根手指头 要有用力的打开 然后压地板 背打平哦 好 我们做猫牛伸展 先把背打平 吸气 屁股往上翘 身体前侧拉长头抬 视线看鼻尖就好 然后背要走肩 吐气的时候肚子往内收 像有人垂你的肚子 后背完全的往天花板 顶 吸 屁股翘 慢慢的拉长肌椎 常做这个动作 其实你身高会比较高 蛤 虽然说可能是0.1公分 因为我本 你怎么现在才讲啊 你差0.1公分 我都已经矮这么多年了 这样好我们就现在开始做 我这样小孩做 我这样小孩做 小孩小孩 好我们大概做个十回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婴儿室 好我们做完最后一回以后 你先从吐气 然后平背 脚背放下来 臀部往后做脚跟 然后回到婴儿室 这时候要注意你的手臂肩膀是放松的 然后额头点地 把十根手指头用力的撑开 好往前伸直手臂 然后视线往前看 这个臀部带齐 我们要到Double Facing Dog下犬式 下犬式的重点是交集头踩 臀部往后往上推 把你的背拉长 背跟手臂一直线延伸 好 脚跟没有办法踩到的话 你就要把背拉长 啊手不准动哦 然后感觉这个背有点往后 这一段要拉长的感觉 好 最后一个吸 慢慢的吐气 膝盖跪地 嘴部做脚跟 何老师你真的很厉害 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我以前的目标都会一直想说 脚位 脚要贴地 其实你刚刚讲的背才是重点 要拉长脚 所以这样姿势才是正确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 好 手一样往前面摆 然后把你的右脚伸到两手的中间 好 现在首先要记得指腹点地 然后身体要往前带 感觉一样是脊椎拉长 好 吸气 慢慢的吐气 身体往右边转的时候 把你的右手往前往板拉长 很好哦 哇塞 因为你就是曲线很窈窕的人嘛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感觉你的腿还蛮有力的 可以把你的左膝盖慢慢的离开地板 躲腿伸起 左膝盖吗 这个 对 这样子你就会扭转的更多 感觉右边的肋骨慢慢翻开来 很棒 然后你做这个动作 我教课是蛮温柔的啦 真的耶 好深呼吸 然后你要感觉吸气 肋骨过伤 吐气的时候肚子往内收 然后再把你的肚子转开来 等于瘦小腹啦 然后可以 哦这太需要了 要做你腰部的曲线的功效 慢慢的带回来咯 看前方 好吸气 慢慢的吐气 把你的右边膝盖往后 回到这个婴儿室 放松 吐气 發声音 哦太好了啦 做完心情又好起来了 真的 心情又好起来走 我们再去累费 没有啦 开玩笑 今天很开心啦 有人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我们女生啊 不管到几岁 都是要让自己觉得自己 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我们一起努力 对啊一起努力啊 不管在有没有办 都要懂得爱自己 没错 自己要最懂得自己 也要最懂得爱自己 好大家一起加油咯 好 谢谢宜文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到身边